中产党 上星期已有关国泰的事情 今星期再说 既然国泰跪下了 亦有一连串的秋后算帐 涵盖了国泰 甚至是其他旗下的子公司 有位公会主席被解除 如果公会主席被解除 翌日的飞机都可以正常起飞 证明公会便可以接近 另外亦有地勤人员 因为在Facebook上写了 支持或同情抗争运动的人 被解除了 基本上现在令人生气 要去包围国泰 预期没什么用 但重点不是这 重点是 Kavin想借自己去探索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员工的一些私底下的行为 应不应该要受到这个的惩罚呢 现在有讨论就是说 我私人Facebook 我放了工作做自己都不行吗 那究竟那条线是哪里做呢 譬如我和你也是 在大学教书 教书的话就知道 我下了一行 我就不是教授 就不是讲师 那当然 那是什么都可以做 是啊 你是什么地方 什么大学的教授 是的 其实每一个行 如果你在中国国内的话 我想都应该要接受 其实都不用你说 香港也是 就算香港也是 香港某些大学 某些学系的教授 你都会被人抓死的 在美国 我先讲美国的例子 那美国也是 听一些同事 很早之前拿开做事的时候跟我说 他说美国 就是这么相对开放自由的城市 那对每个行业的期望都是不同的 就是特别是教师 尤其是我们讲中学以下的教育之下教师 教师和牧师 那个道德要求是高很多的 那就是和其他职业有点不同的 那为什么呢 但是你没有写在合约那里 我的教师 我平时都要课一句句 我平时可能是 有些陶式新闻 就是大家的家长 或者社会对你期望是不同的 虽然你没有写在合约那里 但是如果你有这些新闻的话 那对你的工作的事实 是会很负面的影响 一般来说 你的地位越高 你的言论潮越少 这个全世界都是 你教师的言论潮一定低个校长 就是总统的 就是一定要政治正确的 但是你现在说你的问题 例如机长 之前说原来机长 是因为他不可以有政治立场 因为如果他不可以有政治立场 可能情绪不稳定 你会很大事 但是空姐来说 因为他的职位都很低微 当他的工会主席 我又不知道是怎样 但是空姐来说 他的职位是很低微 以前说你杀杀犹太人 那你一个极端的 当然说言论自由 会影响到 那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自由 一个自由 如果机长看上网上的影片 就讲香港加油 如果警察加油 如果他站左边 还是言论自由 即是哪样 不可以讲政治 先讲第一件事 你讲错些什么 就是两边都会punish你 或者你在香港 不如杀杀犹太人 是不会受到punish 这要看情况 就是杀杀杀杀 是呀 不是你说杀杀杀杀杀 你在香港说这个话 你也想象不到有人 因为这样 除非是跨国政公司 那反过来 你说是不是支持警察 就没事 当然也不是 因为之前有些新闻 说过 例如有家SPA店 因为就卖那些花 给一些人去贫掉 那个残杀 那个 就是堕楼深海 而他就说 最好死多数个人 那结果那个卖花的省被人炒了 最近也有一宗新闻 我不知道最后会怎么处理 但是有个东亚的 就是说中文大学分行的经理 就被人 就是不知是为疑似 就被人捉到 就说最好杀多数个 那些镇压 镇压得多些越好 那他预期也会被中大学生围 因为他是中大分行的经理 但是这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纯粹是老板有自己的政治取态 于是不希望员工和我坐对家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老板也是有自己的政治取态 但他也不是因为这件事 不妥合员工 是因为影响他的生意 就是觉得因为我做这门生意 我们做这些方面的客人 你这样说的话 就会得失一些客人 他也不是因为你说的原因 这是一个现象 但是现在的人觉得 郭泰的问题 是一个重要一点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原本是没有这件事 其他感觉就是因为是上面 给他压力 于是去做 所以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我这么说 第一就是 就是政治立场 因为政治立场去做 其实很多时候 Facebook 据说他是 其实共和党民主党都分开了 一来到的时候 都分开了 政治立场 会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 如果是犯了很激烈的政治立场 如果我是一个老板 我想我会不请所有心黄和心男 因为那些人的确是会比较极端 我想请一些 简单的 我如果做老闆 我想请几十人 就是截了一堆 的确是会影响到生意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炒人 其实如果是纯从老实来说 就是 I don't like you 我望足水 是不是可以炒呢 就是 不用 可以不用说任何理由 是不是理论上 他这么大 公司当然不 如果是中小企 如果很多时候只是真的 真的试过很多次 我不喜欢他 不如炒他 都是会发生的 所以 究竟那条界线会在哪裏 我想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界线 所以我来说 最重要就是 你做不做的事 因为 另一件事 正如你刚才所说 我们去茶餐厅 现在茶餐厅的人都不讲政治 因为怕你得失了 免得麻烦 免得麻烦 如果你有政治立场 在这个时候 很激烈的时候 没有这样想 有很多人不明白 一件事 我们一向都是根据普通行专业 知道有什么做得 有什么不做得 那为什么这个普通行专业 失效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案例 就是你在香港很久未试过 有这么激烈的抗争行为 从来未试过 而之前和反对的人 可以相距那么远 所以 我首先 我会站在老板角度去看 首先第一件事 从来未试过 没有经验去处理 当然会出现这样的事 第二件事 不是只蓝丝那边 黄丝也一样 会有人群城洶涌 出于压力被炒 这也不是政治的问题 真正去到 practice 的问题 就是 因为是突发事件 这个合约 当然不会写得清楚 而你现在开始炒人的时候 当然你也要承受代价 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炒了这个人 你当然预早有些人会为你 现在很简单 葛泰就是看死你那些人 就是不够僵罢工 看死你的市民就是不够僵 永远不乘搭葛泰 我的机票便宜了 你照样都会上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消费者 和服务提供者的角力 但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但你也会明白一件事 你知道有这个经验 那你要开始设立一些 机制去有系统的处理 其实大学也是 我都说大学 不过中学 不过大学 中学都有影响效益 影响效益很阔 所有东西都可以影响效益 由你去食烟 拖嘴 拖嘴 所有东西 甚至你有分内情都可以影响效益 但是 我不知道中学是如何 其实中学我都知道 他们会有个纪律委員会 聆讯 大学我们都会有计划去做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令人很反感的地方 就是 你说他在Facebook 有些东西支持送中条例 你没有任何这样的 不知道是否是程序 至少你都要有一个仪式 去告诉别人 你经过一个審核 有一个新的方法 有一个regulation 也好 就决定要解雇这个人 你没有做这件事 其实我站在老板 你很吃虧 因为日后我来见郭泰公 我就会 我宁愿选其他公司 就算他也是蓝丝的公司 起码他要说明这件事 或者哪些东西 我会被人炒 你郭泰公司究竟有没有什么 如果你很模糊 可能比中资或蓝丝更差 第二件事 你在里面做的人 也是人生亡亡 你影响了士气 其实也是影响了效率 我们经常说 现在不是继薪 是愉快工作环境 而愉快工作环境 其实是最容易 可以老闆增加员工 去提升他们 因为不用钱 其实大家一起 先找大家想 大家一起想 对方的工作环境 愉快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你炒人不要紧 你有没有一些很清晰的 新闻的指引 去告诉大家 你这条线是怎么做 最尴尬的地方 就是他那一开始 他一开始有动作的时候 那些市民很反感 后来他的CEO辞职的时候 就是说到 不知真是假的 可能一些人有支持 对 我不交员工的名字 我只交自己的名字 又做到一个形象 好像很亲民 很支持市民 这个都很困难 究竟支持你们还是不支持你们 是的 现在市民又怎样 但是你又知道 你做完这件事之后 现在人们罵政府就是 政府说你那头 那头又说释出善意 那头你又照射出雷弹 那我怎样估计你 我觉得这个状况 就是说回航行业的问题 航行业的人手其实都很缺乏 尤其是基斯 那些是很缺乏 所以大家对之前 对于炒人 所有东西都有一些 但是现在的航行业 其实很难做 现在都在这里 可以接近人 尤其是郭泰 现在我认识吗 我认识吗 没错 现在他根本不怕 客人说好罗 原来你有三分一是黄丝 好罗 全部炒了你 即是现在基本上 因为是星期六那天 我遇到一个做 开旅行社 很大间旅行社 是全香港前几名的 他给了个什么 他说到员工价 那些人去到 是百多元张机票 给那些旅行社的人 有违禁国家 那你身上其实都是两三百元张机票 几百元张机票 现在去到 现在所有的 尤其是郭泰 香港航班 香港公司 港航 国泰 大量都在出血 所以不如乘机 不如乘机咳咳人 在他来说 人力对他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资产 因为如果不是 如果在大家很不够人手用的时候 人力是资产 你不敢随便咳咳人 你不敢等于 你见到一个茶餐厅 原来他敲了一刻面 咦不够人用 我们这个没有生意 你不敢咳咳他 现在是变成了 其实大家乘机咳咳人 大家看得出 看得到 汇丰是以千计咳咳咳 所有行业都在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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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经济好或者消费的时候 他们记不记得 你做的东西是我们不认同的 我会惩罚你 会不会有这种东西 我想大家 没什么信心 第一就是大家 过了这段话才说 还说金与计 我现在学不到 你只是看你的东西是否是计划 你有多几个选择 你肯定会选择其他 而现在问题是 你回答郭泰的人 你会否觉得其他人是你的计划 有个回答港行 你不回答郭泰的人 早已不回答郭泰 但是现在的问题 不是你港行都是解决人 港行是穿大陆资本 都是更坏 所以重点从来都是 那样东西你不能选择 而我想郭泰的老板 也有想到一样东西 你这帮黄尸就带到廉航 都不关你事 郭泰我喜欢怎样做 就怎样做 都可能是一个考虑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